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如这个图 这个三角形ABD 与三角形BCD中 AB是等于4 那这个AD是等于10 然后BC是等于8 这个等于8 这个等于5 那这个BD是等于4 它要求X的范围 首先X 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它会小于两边之和 其他两边之和 小于14 大以为两边之差 这个10-4的话多少 是6 而且 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这X要小于多少 小于两边之和 其他两边之和 8加5是13 大以为这两边之差 8-5是3 它同时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那也就是说X 它借于6 跟这个14之间 借于这里之间 同时要借于多少 借于这个3 这个3 3角度在这里 跟13 13之间 我取共同部分 就这一部分 共同部分 是这个 共同部分 也就是这个 13到6之间 也就是说 共同部分 X小于13 大于6 这个就是答案 这一部分 我们 点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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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灯